国阵已经是民存上 国阵已经不能够再增加到人民的支持了 它已经没有存在的这个价值 所以这个是正确的做法 而不是推出国阵 509全国大选后 国阵近乎瓦解 从原本13个政党的大家庭 变成以前的联盟时期 只有巫统 马华及印度国大党 而退出国阵还是解散国阵 成了来临马华党选 两个派系热议的课题 廖中来指批 退出国阵之举是落井下石 而且对马华欠缺公平 当国阵输了 我们就马上离开 我们是好像是落井下石 那么退不退出已经是不重要的 但是以我个人的主张 我个人的主张的说法是 马华应该是主张来解散国阵 我们不要矮话自己来退出国阵 因为马华并没有错 所以我觉得非常奇怪 蔡西利也好 袁炳寿也好 在这个党选期间 高喊这个退出国阵 成为他们的一个党选的宣言 党选的一个主题 这对党是非常不公平的 very very unfair 那么今天因为党选 有人在党内利用这个课题来 你说绑架这个党也好 或者来困绑 跟候选人跟党的这个课题 困绑在一起也好 我觉得这一些都要给党一个公道 对党非常不公平的 了中来指言 国阵解散后 原有的成员党可以有自主力量 来进行改革 以面对未来大选 因为我们今天不是政府了 记得我们今天是反对党 那么你成立政府 你需要一个联盟 因为才能够有好的政策 能够执政 那今天你是反对党 你不需要一个人们 你是反对党 你只要能够有一个 针对课题 有一个共识 我们就可以 就可以成为一个反对党 那么对政府的这个 各种施政的不满 我们可以去见度 我们可以去制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